上海滩另一个流氓大行黄金荣 早年从法族界做巡捕房出身 黑白两道通吃 涉足了黄赌毒 然后发了大财 蒋介石是黄金荣门生 没有黄金荣的保护 蒋介石恐怕早就被讨债的流氓给砍死了 40年代黄金荣过生日 蒋介石和宋美龄是亲自到黄金荣的府邸进行诸售的 可见黄金荣的这个势力有多大 上海快解放时 黄已经快80岁高龄了 人年龄大了 并不想再挪动了 而且黄金荣的资产主要是遍布上海的房产 据说有将近120套房产 但是国共内战的环境下 黄金荣没法将这些房产出手变现 黄金荣如果离开上海的话 就相当于放弃了这些房产 而且在上海解放之前 黄金荣就联络了中共的地下党组织 希望配合共产党解放上海 黄金荣还将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的名单送给了中共 既然交了同名状 黄金荣就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但是建国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 黄金荣也不能幸免 最后落得一个扫大街 并要在报纸上写检讨忏悔的结局